HELLO 大家好,我是三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正确的保养和清理 MapBook的键盘和荧幕 这里我会分享几个我在日常生活中 保养和清理我的MapBook Pro的键盘和荧幕的方法 放心,费用不是很大 搞不好对你来说是免费的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东西我打一个小广告 上次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pBook和Map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对这方面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信号TV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今天不要在MapBook前面吃东西或者是喝东西 如果一定要的话,就要先拉开一段距离 然后小心,小心,再小心 第二个,我在清理这一家MapBook Pro的时候 会使用这种抹眼镜的布 它的布的质感会比较柔 千万不要用这种很粗糙的布 桌布啊,或者是洗车的这种布 就千万不要用了 如果真的抹下去的话 我看就没救了 第三,尽量干抹 这块布是干的 如果一定要用水的话 最好是清水 而且一定要扭干 在市面上有很多有化学成分的清理液 这些清理液是要非常小心使用的 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要用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在抹的时候尽量清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陈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